我乘流浪汉了 然后钱也没有 在上海耗了几个月 你等于是一个油画画家了 算是吧 在这个上海的路边 大哥 大哥 看你一直坐在这里 还有一个这么大推车 你是怎么回事 我应该是乘流浪汉 那你是怎么会在上海的路边流浪呢 说来话长 我是画画的嘛 然后现在就是跟画廊烙掰了 然后钱也没有 在上海耗了几个月 你是从外地到上海来的 就是说这个画廊 大概是叫你过来的 到上海来 对 本来说是让我准备一些作品 然后后面就签约 直接就是我给他们画就行了 就是他签约你 你把画提供给他们 对啊 你是什么画 油画油画 都是油画 你等于是一个油画画家了 那后来呢 后来他们说的东西都对不了线嘛 就本来说签约签约 其实签约有很多种 他当开始也没有说签 签独家或者是非独家 后来我在这边几个月 然后我钱都用完了 那房租都交不上了 但是画的数量也就是达到他们标准了 然后去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要签签独家签独家就是我的画只能给他们画廊 给其他的画廊不能签 然后我自己也不能卖 就相当于把板圈交给他们去经营了 那签独家的话就有一个前提的条件 所有的画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签独家的话 画廊要给一部分的资金保底作为一个支撑画家继续创作下去的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需求 那结果他们说又要签独家呢 钱又不给你 还要等他们就是说给他们先运作一段时间 才能给你钱 然后后面再来给我谈谈这个钱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有点很扯啊 那你这现在你每天睡哪里啊 公园街头 你是哪里人啊 我湖北人 湖北人 我感觉你这个形象也是很像个艺术家啊 是吧 能看看你的画不了 哎呦你这个推车 行走在上海的市区确实也不方便 是吧 很重 很重的 嗯 晚上可能光线不是很好啊 我们就凑合先看一看啊 你等一打生活用品也都对待上面啊 全部全部家当都在这里 这个这个车就像拉着一个家 这幅画叫什么名字 这是一个古尼吉来提新疆的新疆的 维吾尔维族的 你这个都是自己异想的画 不是是有人物原型的 你说你把它画成油画啊 这是一个街景 这幅画的是哪个街景啊 这个是就前面一点点啊 就上海的街景啊 你就当时就在上海街景街头上面画的 对对对 画了多久啊 这个两天第一天画一部分 然后第二天要继续同一时间继续画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角度 哦 就这些画你本来都是要交给画廊的 对啊 哦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呢 像你这个油画的话是自学的还是什么 我自学的 这个是炸瀑布桥那里 对对对 我去过的人一眼都可以认识 对对对 这我知道网红桥嘛 你今年是多少岁数啊 我今年36 36岁 从几岁开始自学的 我十几岁 十几岁啊 哇这个漂亮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家乡 这个是你家乡 对 湖北那边 对 那你这个走的是什么风格呢 后印象吧 后印象 后印象派 但是没有办法定义的 因为我创作的时候是没有去想要走什么风格 就是随着感觉来了 切码行空的 随着感觉来 然后画成了之后就是自然形成了这种 对对对对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画给 比如说放在马路上面 把它给卖掉或者怎么样 还是自己保存下来 我想卖掉 那你像这一幅画的话 就价格能讲吗 大概是什么价格 大概七八百吧 七八百 都是一个价 我们看一下 它里面还有这么多幅 这幅是什么 就是社山下面的 社山那边有一个教堂 教堂下面有一个军事记点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河 那小河里面 那个树林里面进去就这样子 哦 你是在上海到处跑着画的 啊 那个小河有一条人行道 就是一条土路 就是像一条泥银大道 但是不是很宽 只能走人的那种土路 进到那个林子里面去 然后透过那个林子的光看外面 里面和外面是两个世界 两种光影 所以地面和和天空这样透过来的光是绝对不同的 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个是陆家嘴那里 嗯 三件套 古城公园往那个方向看 就是这样子 这是张浮桥那个教堂 蛇山附近的教堂 这也是也是一个教堂 这时候已经叫那个奉贤寺团 还要往下面走 啊 靠靠近海边的那个地方 那个教堂 嗯 应该去过的人应该知道 这是我们校感 靠山区的那些 那些土路 啊 山坡坡那些 啊 松树 松树 这个就是个人感情融入的比较多 啊 比较很大程度上脱离现实 但是光影还是结合石器的那种 啊 这是清晨的那种光影 光是从右边照过去 这就是我我外婆 我外婆家后面那个 一个小菜园子 然后旁边有一个池塘 他会有一种迷雾的那种 嗯 然后光从那边照过来 光穿透这个迷雾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这种现象 啊 所以当时其实现场看很迷人的 嗯 你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呢 一定要这么执着的去做一个画家呢 我相信我的画应该不是 不是我画的问题 而是大家根本就看不到我的画 你家里人支持你吗 家里不支持 家里说在这个时代 想当一个画家 简直就是做白日梦 我没有办法听起来 就是你也不想改变自己 你现在在这个上海 已经是漂泊了多久了 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了 嗯 那你这些画现在也没人买 是吧 等于被画廊骗了之后 摆在马路上也没人买 是啊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工作也没有打开 我一直没有 今天是第九个年头 就是在完成自己的梦想做画家 是吧 对 那你这个生活经济来源怎么办呢 就是偶尔会有朋友买一下 因为没有好的销售渠道嘛 没有自媒体自己也不做 等于那些又不会弄弄不好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会想不通啊 你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呢 一定要这么执着的去做一个画家呢 你不能总靠朋友去买你的画呀 不知道 我相信我的画应该不是我画的问题 而是大家根本就看不到我的画 没有一个渠道能够就是通过哪种渠道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画 如果说很多人大家都见到了我的画 但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这个就可能是说我的作品有问题 它关键是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展示这些东西 所以这条路走的很艰难 很艰难 你家里人支持你吗 相信不支持 不支持 相信不支持 像你说我是那种 就是那种做白日梦的那种 做白日梦 就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想当一个画家 简直就是做白日梦 不现实 这个确实很多人会这样认为的 认为时代变了嘛 很多人可能会去做设计师啊 对吧 先把自己养活了 然后可能再 但是我觉得我打心底你 不是我自己高啊 不是我清高 我觉得缺 毕竟还有那么多画廊在卖 卖油画 卖那么多的所谓的艺术品原创 但是他们是已经出名了呀 他们就卖个名声啊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还是有一定需求量 那肯定的 那我的这个没有需求量 心里很矛盾 就是跟我家里人说的 不认同就是这个原因 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需要艺术品 不需要油画 不是这样的 真相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不需要我的 只是你还没出名 也不一定 我不想就是怎么出名 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 我认为缺我这种风格 缺你这种风格的 就前一面你讲的后印象派的 后印象派的 后印象派 大家认为我这个是后印象派的 它是接近于写实 但是表达的方式形式 又不是那种传统的写实 那毕竟你也36岁了 是吧 估计还没成家了 那你也得为未来考虑一下 我考虑啊 我后面还有 我还有很多想法 还有很多改变 就是我不会仅限于此 就是目前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子的 我一直会改变 一直会改变 那你之后的路呢 我会有不断的新的突破 不单单是技法和风格 就是一些表现形式 可能还会有一些改变 你前面说 你身上现在等于钱也没有 刘安翰一个嘛 那你这个怎么生存下去呢 对吧 你之后还要买颜料 还买什么画画的用具 你得支撑起自己来呀 生存是个最大的难题 生存是个最大的难题 但是我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我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是你也不想改变自己 我只能在绘画造业上改变自己 其他的没有办法 就比如说找工作什么 是不会考虑的 没有 我试过 我之前很早以前试过 我干活的时候 我手上干活 脑袋里面想的是这个 脑袋里面是在画画 脑袋里面 做手上的工作 脑袋跟你手是不同步的 没有办法 你痴迷了已经是 因为我还有太多的东西没有完成 因为脑袋里面想法很多很多 没有去验证我的那些想法之前 那些东西在不停的在我脑袋里面 反复的循环播放的 所以我每日每刻都非常迫不及待的 想去去完成它 然后每次去实现了 就是新的想法 那些东西 那些理论上的东西去验证了之后 就像是一种新的突破 然后后面又会产生更多的新的想法 就是源源不断的那些 做完我感觉我这一辈子 如果再给我100年 我肯定还不够用 我甚至都想晚上不用睡觉 有时候我经常晚上梦里面还在画 然后睡到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 就是因为太激动了 然后一样从梦里面醒了 然后开灯直接起来画 我画的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砍上睡 这样经常这样子 莫莱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下锅的米 还去找那娃娃借钱 莫莱也是到了34岁 还生活有的好的改变 他们是学院派的不认可的 都是不认可的 他去参加的时候 别人笑话他说 这是什么画 这纯粹是凭自己的印象画出来的 但是其实跟我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要做下去 你要做下去 其实有时候想通的 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也没有远远没有 还没有到遗憾的那个年纪 还早得很 因为搞艺术 这个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说什么时候合适 什么时候成功才是合适的 晚成和早成 你看梵高37岁就挂了 那如果按照他的那个 我刚好明年就是画满了10年 我明年也是37岁 我明年也是走样人生的终点 但是不可能 我觉得 绝对不会 就是觉得 就仅此而已 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 没有干完的 然后就是 苦逼到很晚的 完成的也有很多 像印象配时期的赛尚 莫赖 雷罗瓦 有巴奇 有西斯莱 他们都是1839年1840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的人出生的 他们那一批的画家基本上都很苦逼 然后赛尚赛尚可能就是在他们里面待的不是很久 那帮人当时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一样 跟我不是说我不能代表别人 但是其实跟我是差不多的 他们是全派的不认可的 都是不认可的 很野的那种很野 莫赖为什么他会出名 他为什么叫做印象派 就是因为他去参展的时候 别人笑话他说 这是什么话 纯粹是凭自己的印象画出来的吧 最后莫赖就是 拿那个定义他们的那个门派 定义他们的风格就叫做印象派 然后印象派就由此诞生了 所以他们当时很苦逼 莫赖也是到34岁 才生活有的好的改变 雷洛娃也是他们那个时间都是 辛苦后填的 三十好几了 就穷的家里边下锅的米都没有 末来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下锅的米 还去找雷洛娃借钱 雷洛娃没钱的时候又去找巴西 后来巴西也辞了嫂 巴西他是一个艺术家 出色的艺术家 也是一个勇士 他都为国捐区 才28岁就牺牲了 那帮人一直是我的偶像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年代 那么艰辛的生活活着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坚持到最后 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不应该发牢骚 我觉得我半年都不应该发牢骚 我觉得我生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应该很庆幸 这样一个和平年代 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度 我觉得真的 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对 所以我没有理由去放弃这些 我没有理由不坚持 没有人让你放弃 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吧 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 你的世界你做主吗 包括现在面临的所有的困境 这些所谓的困境 坎坷 这都是不值一提 真的不值一提的 嗯 所以我要做下去 你要做下去 因为我前面也劝过你的 对吧 叫你去可能找个稳定的工作 也不是说你不想工作 你觉得这个会影响你创作 你必须得全身心的投入 在这个画画的事业当中 不画画不行啊 嗯 就像那个攻击 他就是打名的嘛 你让攻击飞下去下蛋 那怎么可能呢 那如果违背天理 攻击他肯定不能下蛋 只用武器才能下蛋 那再比方说鱼嘛 它只能在水里面游 你非要让它去岸上 那肯定是必死无疑 我可能就是一条鱼 我只能在水里面 嗯 我不能在岸上跑 没有办法 反正呢 我还是觉得你啊 不管再怎么样 再坚持自己的梦想 你还是得这个 基本的生活保障 得保障了自己 对吧 不知道 就就就你有的时候 可以综合一下嘛 怎么样综合一下 又可以完成梦想 又能有一点收入嘛 是吧 没有渠道 现在现在这大的南极 就是没有渠道 我相信应该 有人会会眼石珠的 相信自己 自己就不会做 关键自己不会运营 不会运营 那纯艺术家们都这样子的 我还是这个祝愿你好吧 谢谢 坚持自己 坚持自己 我很看好你的 我觉得你抱一般人不一样 我相信你会有成功的那一天的 谢谢 嗯